家里新来了四只小猪,朋友家宠物咖店的小猪长大了,店面放不下就送到我这来了,说是大体的宠物猪,可以长到一百多斤。 它们从小在店里长大,所以对人还是亲近的,看到我来就都聚用过来了,尾巴一摇一摇的是好,还挺乖的呢。 有些日子没有更新小鸵鸟了,它们又认识了不少新朋友,来看看昨天刚到家的鸡毛胆子。 一五百一只的卷毛鸡,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,这就是个行走的鸡毛胆子呀,毛绒绒的一团,全身的羽毛都是炸开的,个头也不大,小小的一只。 近距离给你们看看,你们有发现它们的美吗? 你们看小鸵鸟长大了吗?前几天晚上下雨,把它们带去了屋里住了几天,昨天放出来的时候,顺便把鸡毛饭子带过来了,目前看来相处得还不错,小鸵鸟奇妙的朋友又增加了。 我们下期见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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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到